前不久有苹果爆料敌人之称的分析师郭明奇 在社交平台上透露 苹果很可能会在iPhone15那一代 首次改换手机接口 也就是换用今天在安卓手机上最常见的USB Type-C接口 而且除了手机之外 苹果耳机的电池仓 苹果的无线键鼠等等设备的充电接口 也会改用USB Type-C 别看换接口好像是一个不起眼的问题 但却透着演化的规律 这期科技参考我就来给你说说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手机接口的演化历史 演化的第一个分水岭出现在2007年 因为那个时候 使用触摸屏的智能手机的概念 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心中 于是手机接口在2007年之后 就要承担充电加数据传输这两部分功能了 而在此前 因为大都只承担充电这一个功能 所以基本都是内政外富的圆孔接口 各家的差异最多也只体现在 圆孔直径的大小跟深浅上 而到了2007年使用什么做数据接口呢 除了苹果之外 大部分厂商都会直接使用USB口 因为在2007年的时候 USB设备已经非常普遍了 USB 2.0 最后一个更新 也就是芯片间高速电气规范也已经发布了 于是怎么把USB口用好这个任务 对于当时的工程师来说那简直轻车熟路 而也正因为这个时候USB口极为成熟 才为后续混乱的接口埋下了伏笔 具体来说是这样的 虽然都叫做USB接口 但到了2007年已经有了13种规格不同的USB口 它们分别是Type A Type A Super Speed Type B Type B Super Speed 而这些接口有的从尺寸上就有明显的区别 还有的如果不仔细看会觉得好像是同一种接口 但等把接头怼上去才发现 原来插不进去 今天已经很少人能说出 某一个形状的接口最初是为了满足什么需求 才被设计出来的 那个时候也是智能手机野蛮生长的时代 在各个重要部件该如何设计 用户体验要达到什么程度 各家的考量差异都很大 比如有些厂商认为 三房是特别好的卖点 于是手机就特别厚 接口呢也不必设计的很小 还有些厂商是在比拼谁做的手机最薄 于是接口就选最小的 还有的厂商认为接口故障是所有部件最高的 于是用最粗大的接口 更多的厂商为了节省成本 只让接口支持USB1.1规范 传输速度最高只有1.5兆每秒 而2007年的时候 离那个传输速度达到500兆每秒的USB3.0规范的出现 还有两年呢 所以苹果为了尽量的满足高速数据传输的需求和充电的需求 就设计了一个30帧桿的接口 这个接口虽然外观是扁平的 但是面积很大 尽管这样 它还是延续了四代 从iPhone1到iPhone4 而到了2012年 这个接口已经没法满足智能手机越来越薄的要求了 于是从iPhone5开始 Lightning接口出现了 这个接口直到今天的iPhone13都一直在用 而且iPhone14大概率还是用它 这一个接口使用时间超过10年 在更新换代如此快的手机产品上 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那这样的奇迹又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呢 当然是利益推动它保留下来的 首先呢 是没有必要换 因为无论怎么换 接口到今天承担的任务 依然只有数据传输跟充电 而这两条在苹果特有的生态系统下 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瓶颈 所以能凑合用就继续用 这样成本最低 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在苹果特有的生态系统下 数据传输跟充电都没出现瓶颈呢 咱们挨个说 首先是数据传输 Lightning接口最高支持60兆每秒的速度 这当然不怎么快 但即便把几十GB的内容导入导出 在这个速度下也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 而这样大文件的导入导出对苹果来说还是比较罕见的 起码比安卓手机要罕见的多 就算真的有需要 在一代手机使用的全寿命里 估计也就那么一两次 于是速度别看比USB3.0慢太多了 但实际速度还是够用的 其次是充电速度 Lightning接口的充电功率 长久以来一直维持着5V2A的规格 也就是10W 但安卓系列手机的充电功率后来都竞争内卷化 成了比拼的项目了 100多瓦的功率 现在只能是旗舰机的及格线 已经不能拿到发布会上当做什么亮点展示了 本来苹果在充电功率上的落后会越来越严重 但是有一个因素 让iPhone大幅抵消了充电功率低的弱势 那就是因为iPhone手机的电池容量特别小 直到2018年秋季iPhone旗舰机手机的电池容量 才第一次超过了3000毫安时 在此之前 一两千毫安时的电池容量 就算用10瓦的功率去充 几十分钟到一小时也就充满了 而那个时候 安卓手机四五千毫安时的电池 已经是非常常见了 从iPhone11代开始 电池容量才开始快速增加 安卓各系列手机的充电功率 变得更高了以后 苹果通过USB Type-C to Lightning这样的转接方式 把充电功率从10瓦提升到了27瓦 虽然这个绝对值依然不高 但是缝缝补补的效果还是很强呢 于是从数据传输到充电功率上 都谈不上更换接口有什么必要性 但推动苹果不改接口规格的更重要的原因 其实是Lightning接口上的利益 苹果的Lightning接口里 其实有一个芯片 主要作用就是识别接入的设备 是否有MFI的认证 这个认证是苹果要求配件商必须做的 只有通过了认证的产品 在插入手机之后才不会弹出警告 而认证费用跟销售分成的成本不低 所以拥有MFI认证的一根线 才会卖到100多块钱 苹果从这个接口的规范中 获得了大量的利润 苹果的用户实在很多 于是配件厂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 交认证费用 然后再被苹果分走销售利润的20% 这些厂商一旦交过认证费了 就更不希望哪天Lightning接口消失了 对于苹果来说 一直不更换接口 也有部分原因 是众多合作伙伴也不希望更换 于是Lightning接口就这样延续了十多年的时间 但最终Lightning接口还是走上了末路 因为在数据传输和充电功率这两方面 它都已经不堪重用了 首先是数据传输 由于最近几年 手机视频功能的提升 4K甚至8K分辨率 60帧甚至120帧拍摄的视频越来越多 而iPhone呢 拍摄能力一直优秀 这就导致用户从手机里导出 几十G几十G的文件 这样的动作越来越频繁 那对于60兆每秒的速度来说 就根本不能忍了 其次是充电功率也不够用了 原因是iPhone的电池也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 4352毫安时已经是从前的两倍左右了 与之相配的充电功率只有27瓦 充电速度只有安卓旗舰机的四分之一 而且就连那个27瓦的充电器还需要单独购买 于是在充电速率上 苹果如果继续沿用Lightning接口 差的就有点多了 苹果在接口上独具一格的构建自己生态圈城墙 这个规划在2022年差不多走到了穷途末路 而要改变的话选什么接口呢 当然是USB Type-C 就在Lightning接口苦称的这十年里 安卓智能手机的接口 其实是在往大统一的方向上进展的 这个大统一并不是凭借出现那么一个强权势力 逼迫着各个厂商做出改变 不改就要把它罚款罚到倒闭为止 不是这样的 虽然欧盟也曾经多次动过念头 要把手机接口统一写进法令 但最终都没有得逞 最后客观上形成统一 靠的是演化的力量 这个演化的方向首先就是手机要薄 在这个薄的要求下 其实大部分接口的形态就都被淘汰掉了 只有少数几个接口能满足要求 比如说Micro-B 但如果在薄的基础上 再要求传输速率高和通过的电流大 这样的话 可选的成熟技术还真就只剩下USB Type-C了 于是只要各厂商还有实力参与市场竞争 即便他们都是独自研发的 不知道对方的选择 但最终在接口上也必然做出相同的决定 今天USB接口的版本还处于3.2版本的时代 而一旦发展到USB4的时代 对移动设备来说 也就只有USB Type-C这一种外观可选了 所以到了USB4开始广泛应用之后 不要说苹果 其他所有移动设备的接口 就都会是Type-C的形状 而且这个接口的数据传输速度 最高支持5GB每秒 它是Lightning接口的85倍之多 充电功率也支持100瓦 这对手机来说是足够用了 手机接口最混乱的时代 是2005年的2010年之间 在这个过渡期里 每个品牌都推出过自己的智能手机 他们有的使用了触摸屏 有的没有使用 苹果在2007年初 上市了第一代 把触摸屏功能发挥到位的 真正的智能手机 此后 安卓阵营的很多品牌也涌现了出来 推出了谷歌生态下的智能手机 这些手机不但各品牌之间 用了不同的接口 甚至同样品牌内部 也有好几种接口 与此同时 那些只能打电话发短信的功能机 即便只有一个内政外富的 原口的充电口 直径也不是一样的 有科技媒体曾经统计过 最多的时候 市场上一共有200多种手机接口 一个数码达人出差 带6个不同的充电器 6种不同的数据线 那是非常正常的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乱 但实际上 是技术细节蓬勃发展的一体两面 你想看到生机勃勃的创新吗 那就不得不接受所谓的乱 而今天 手机接口大统一 是在自然竞争中形成的 上百个厂商在各自的研发中 根据客观条件 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USB技术 和Type-C接口类型 而从2017年就对接口统一这件事 既于已久的欧盟 也在2022年6月8日顺水推舟的公布了一项决议 从2024年秋季起 所有在欧盟销售的移动设备 都要统一采用Type-C接口 为设备充电 拥有演化思维的人也知道 今天演化到接口统一 也只是演化漫长路径的中途 在这个节点上 USB协议跟Type-C接口 恰好满足了各方的设计需求 于是大家在同一个路口汇合了 接口技术今后往什么方向发展 这是没人能够预料的 十年后的市场上 一定有一些需求 是Type-C接口也无法充分满足的 到时候 说不定又会出现几种新的接口 被出色的工程师们发明出来 为了应对新的需求 在继续改进多年之后 移动设备又难免要面对 200种接口同时存在的局面 这复杂吗 这不复杂 这就是演化 而那个时候 欧盟说不定又要顺水推舟的 给2024年这个决议打一个补丁 他不得不接纳下一波 200种接口同时存在的局面 而如果那个时候 欧盟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力量 他就想看到整齐划一 那他可以拒绝接纳 接口上演化的多样性 不过结果也是一目了然的 欧盟也一定如心所愿的 拥有整齐划一的统一的接口 而与此同时 一并牺牲掉 接口技术上潜在的宝贵的创新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这就是这个内容 这就是这个内容 这就是这个内容